热明打印机没有墨水,如何打印? 热明打印机不是每个人都用过 但是我们每天几乎都会见到它的打印作品 没错,就是快递面单 可是热明打印机这么小巧又便携,而且没有墨水 它是怎么把文字和图案打印出来的呢? 大家好,我是机电匠 本期视频我们从拉卡拉POSE机里取出打印头和打印纸 近距离的看看这个没有墨水的打印机是如何打印出文字和图案的 这不是普通的打印纸 这是热明纸 是一种加热到70度以上就会变色的纸 你可以用打火机对着快递面单烤一烤 马上就会出现一片黑色 我用指甲在上面滑一下 发出的热量也能留下黑色的印记 这个印记由浅到深 正好对应了指甲发热从冷到热的过程 不仅如此 用电烙铁也能在热明纸上面烫出完美的印记 我把电烙铁温度降低到100度左右 因为温度太高纸是会烧糊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热明打印机的打印纸是怎么打出印记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打印头是如何发出热量 让打印纸变色的 这就是整个热明打印机的打印组件 打印头和卷纸传动都在里面 可以说这就是整个打印机 打印纸被这个滚轴压在打印头上面滑动 打印头上面有一排加热装置 加热装置组成线条 打印纸滚动相对的线动就成了面 加热装置在适当的时机加热 就能在打印纸上留下印记 这个金色的白条就是打印头 这是驱动芯片 这黑线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加热装置 黄色束线之间的黑色方块就是一个独立的加热装置 黑色方块类似一个碳膜电阻 当向黄色束线施加电压时 黑色方块就会流过电流 从而发热 把紧贴在它上面的热明纸加热变色 每一个加热装置都通过金色的导线汇集到驱动芯片上 从而能根据程序的控制有序的发热 在热明纸上留下我们需要的印记 就类似这样 这就是热明打印机不用墨水也能打印的原理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积电匠 我们下期再见